下一节新闻还要告诉你 绿狼湖花园公共泳池瓷砖爆裂 需关闭五个月引发居民的不满 绿狼湖花园的公共泳池开张不到三个月 就因为池底的砖块爆裂而暂时关闭 引起了居民的不满 至少200人受影响 记者李仪华的报道 绿狼湖花园公共泳池的周围 目前已设起围墙 泳池则被帆布和铁架覆盖着 泳池是在7月22号因维修为由而关闭五个月 这同今年4月底开张时的情况呈强烈对比 AdivSG答复本台询问时表示 经调查发现承包商Hongshin Builders 未经许可就修改池底下的输水系统 导致几片砖块脱落 AdivSG其实建议着附近的居民 在越浪湖花园游泳池关闭的这段期间 可以使用位于玉朗西或玉朗东的泳池 不过对于达曼玉朗这附近的居民来说 那两个泳池距离这里还是有两到三个地铁站之远 不如这里方便 游泳教练陈志伟就有约200名学生受影响 陈志伟指出 泳池关闭之前并没有发现池底地砖有异样 因此学生家长感到惊讶 我们就尽量安抚他们 我们就提供叫他们可以移去那个伊朗西 然后到后来还是流失量 还是有大概在30%的流失 剩下70%愿意过去 所以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一个月里面 我们还是不断的流失 因为有的人去到伊朗西 他们会发觉很不方便 ActiveSG表示 承包商已开始更换输水系统和重新铺设砖块 预计游泳池会在12月重新开放